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该向前走 再继续 这我终于考上大学了 不知道哥看到以后 会不会很高兴 这就去找哥 谁啊 来了来了别敲了 哥 他们也来了 你看我考上大学了 我考上大学了 你进去坐吧 考上大学了 这是个好事啊 考大学不了找我干什么 哥我这次找你来是两件事 第一呢我是想把这好学生 分享给你 第二呢 咱爸妈走得走 我考上大学 我没学费啊哥 你只需要把学费借给我就行 我到学校以后 我可以勤工减学 生活费 我可以不用我你要的哥 你只需要把学费借给我就行 什么啊 你这大老远过来 就找我借钱呢 我感觉你考上这儿 给你高兴高兴 意思意思就行了啊 借钱 借什么钱啊 你想想看 你说的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借钱 我以前和你二姐 东拼西袖的 父母去跟他找 你还省点心行不行 上个高中就行了啊 我已经花了那么多钱 让你上高中了 已经够仁慈了啊 我当个当大哥的 当那也够可以了 上个大学 上什么大学啊 还找我借钱 自己想办法去 那么大人了 像你那么大的时候 你存了不少机器了 你也懂点事啊 你也别那么大人了 你别张口闭口的要钱 自己出去挣去啊 这个高考也完了 还有那么长时间 出去打个暑假工 这钱不就又来了吗 借借借 哥 这 这学费的钱 就当是我借你的 我又不是不还 这出去打工 我一个学生又没人要 而且万一我要是凑不够学费 我这大学 那 那不就没得上了吗 哥 就当借给我的 我以后 我有出现了 我肯定还给你啊 这学费也不用你操心 我 我知道 你跟姐 你养活我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 这 我就算到最后四年了 我肯定好好学习 我拿奖学金 我钱肯定还给你啊 妹 你别说那么多了啊 借钱 我肯定不会借的 现在说借钱了啊 那等于以后 你万一再上个硕士 上个博士 你是不是还在找我 要钱呢 啊 这个钱 我是一分也不会借给你 你自己想办法去吧 这老大不小的人了啊 这父母去跟着草 好 我肯定更多大了年纪的时候 我哥都靠双手挣钱了 啊 你自己那么大人了 自己出去挣钱日 别到我家待着了 看见你我心烦 哥 我还是个学生呢 这爸妈走的时候 这不还盯着你 让你好好照顾他了吗 别了 学生是个学生 甭客走我一边去 我给你站我一出去就没有 哥 我一边去 这么大的人了 什么都不会 你又别拉我家 你没有肯定帐的 哥 你俩出去都没有 就不要借钱 哥 我打人了 就不要借钱 想从我的手里面借钱 没人都没有 印象老子的心情 小妹你怎么在这儿哭了 姐 你怎么在这呢 我在这儿捡个瓶子 你这 我就看见你在这儿哭呢 说那么伤心 你怎么回事 到底咋了 我考上大学了 考上大学是好事啊 妹妹 你这 你这怎么在这儿哭呢 我来找哥 我就想找他借点学费 我说我都可以 我有钱 我就还给他 可是哥 他不愿意借给我 都让我自己出去挣钱 妹妹 别哭了 你听姐说 妹 这大学 一定得上 不上大学 这哪来的出息啊 妹 你别哭了 你放心 你这大学啊 姐够你 姐一定会把你逛上大学的 姐就算是捡瓶子 砸锅卖钱 也要让你上这个大学 姐 别哭了 瑪莉别哭了 姐 你放心 把我上大学以后 我肯定勤工俭学 生活费 你就不用给我担心了 等以后我又出息了 我肯定不喊你啊姐 妹妹 说什么呢 你就好好学习吧 生活费学费 姐替你供 姐替你拿 谢谢姐 好了 别哭了妹子 走 再回家 好疼 给妹妹打个电话 不知道前两天 给她打的生活费 她收到没有啊 喂 妹妹 前两天给你打的生活费 你收到没有啊 哦 好好行 收到就行 收到就行 这姐就放心了 你在那边吃点好的啊 别让姐担心 没事不用担心姐 行行行 好 挂了妹妹 哎 还得干活啊 妹妹 还有两年的学费没有证呢 你得给她存着 哎 我现在登上经理了 这姐姐姐在家也不知道过怎么样 是时候该回去好好看看了 哎 哎 姐 姐 哎 家里怎么没人呢 哎 这 姐不会又去工地了吧 哎 哎 姐啊 哎 小妹 你怎么回来了啊 妹妹 这你不在家你干嘛去了 哎 妹妹 我这 去工地刚下班 到姐又去那边 借点瓶子 妹 别在这说话了 走快 在这坐一下 咱俩呀好久没见了 好好说说话 你坐姐 你坐你坐 你坐 哎 怎么还讲行字呢现在 哎 这不姐 看你在大城市念书 那边花销大 哎 姐呀就想给你存点儿子 啊 在那边 就算了 嗯 我今天要打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姐 又不是您 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我现在的成就 都是您当初帮我的 姐 也不剩那么多了 我车就在村口停着呢 以后呢 咱去大城市 我再给您找份轻松的工作 咱不在这儿受苦了 好 好的好妹子 走吧 姐 哎呀 这就不拿了 以后咱们不要了 是啊 不是 我这就什么 是 好 这是 多邂的 我现在的 我们ев 我们它